约翰本打算将他刚刚收养的狗退回收容所 怒火中烧地走在回去的路上 心中却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 他想到了妻子去世后 自己生活的空虚与孤独 心情愈发沉重 然而就在他准备放弃一切的瞬间 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令他潸然泪泪 在那里下约翰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适合养狗的人 在妻子去世后的日子里 家中弥漫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寂静 只有他女儿梅兰妮的关切声音在耳边回响 你需要一个可以照顾的对象 或许这样能帮助你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忧虑和期待 于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和难以抑制的怀疑 约翰驱车前往当地的动物收容所 在那里他遇到了马克思 一只中等身材的黑色狗狗 那双眼睛似乎过于悲伤 与他活泼的身躯形成鲜明对比 将马克思带回家后 约翰的平静生活在几个小时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刚进门 马克思就像一阵旋风般在房间里穿梭 带来了欢快却又混乱的气氛 不到几分钟 一个装饰华丽的花瓶便被撞碎 瓷片在地上飞溅 仿佛在向约翰宣告着他的生活将不再平静 约翰的心一下沉了下去 失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花瓶 还有他曾经的宁静与秩序 马克思似乎对此毫无察觉 反而得意洋洋地摇着尾巴 仿佛刚刚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第二天早上 当约翰准备恢复他日常的孤独与反思时 却发现自己最喜欢的拖鞋也遭到了毒手 贝斯的支离破碎 心中的沮丧如同火山一般喷涌而出 他感到自己根本无法应对这一切 对于马克思的调皮捣蛋 约翰渴望的是秩序 而不是无尽的混乱 他意识到马克思需要训练 而他自己对此却感到完全无能为力 到了第三天 马克思的吠叫声愈加响亮 他发现了自己的声音 对着游递员 邻居甚至后院的小松鼠狂吠不止 约翰用严厉的语气和摇晃的灵时带 试图制止他的吠叫 但马克思却显得更加兴奋 每一次的吠叫 仿佛都是对约翰在这场新挑战中失败的嘲弄 让他倍感沮丧 第四个晚上 为了增进与马克思的感情 约翰决定带他去散步 希望能够消耗掉一些狗狗的精力 然而 马克思拉扯得太猛 约翰一不小心摔倒 幸好他抓住了旁边的围栏 才得以稳住身形 这时 一位年轻的女跑者停下来关心地询问他 那关切的眼神 让约翰痛苦地想起了妻子 他总是充当着他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给他带来温暖和支持 到了第五天 约翰决定 只把马克思留在家里半小时去买点杂货 结果 他一回来 便看到一场填充物风暴 马克思把客厅的沙发丝的稀巴烂 留下满地狼藉 宛如一幅惨烈的画面 这时 约翰的忍耐达到了极限 他感到愤怒的泪水夺框而出 这不仅是因为眼前的混乱 更是因为他内心的无尽失落与失败 他不仅仅是在感到自己没有成功养狗 他觉得自己辜负了妻子的期望 未能维持他 曾在这个家中编织的和谐与宁静 那晚 约翰把马克思的笼子装进车里 准备返回收容所 心中坚定了这个决定 他想要回属于自己的旧生活 那种他能够掌控的 物品安放有序的生活 而安静是他最可靠的朋友 然而 当他停在收容所外时 透过后视镜 他看到了马克思悲伤的眼神 充满困惑与恐惧 那种眼神 与他心中想要的秩序实界完全不符 约翰努力克制喉咙中的哽咽 愤怒地打开车门 把马克思带回了收容所 他已经受够了一切 收容所内人来人往 志愿者与潜在的灵养者们 各自忙碌 仿佛都在追逐着一种 约翰再也感受不到的生活目标 走到前台时 他准备解释 自己为什么要退回马克思 刚一开口 志愿者却认出了他 马克思安定下来后 他的声音温暖而关切 令约翰有些意外 他有些犹豫 言语开始支离破碎 这似乎不太顺利 他低声说道 无法直视他的眼睛 他拿出了马克思的档案 分享了他的过去 这只狗曾被从一个充满忽视的家庭救出 在那里 他大部分时间都被孤立和禁锢 意识到这一点 约翰的沮丧与怜悯交织在一起 泪水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 他从未想到 马克思的行为可能根植于过去的创伤 在志愿者的鼓励下 约翰同意与当天 在收容所的宠物行为学家进行咨询 这次会面为他带来了启发 了解到 马克思的行为其实是在求助 而不是简单的顽皮 这一发现 改变了约翰对他们面临挑战的看法 行为学家建议 从基本的命令和一致的日常作息开始 以帮助马克思感到安全 他掩饰了一些技巧 约翰第一次看到 马克思对温和的引导 做出了积极反应 虽然这些进展微小 却点燃了他心中的一丝希望 回到家后 约翰决定实施这些新策略 然而 当他试图复制行为学家的方法时 马克思的就习惯 又重新浮现 狗狗不断测试界限 让约翰的耐心几乎耗尽 然而 每一次挫折中 也隐含着小小的胜利 坚定了约翰的决心 一个晚上 当约翰努力 教马克思坐下的命令时 邻居敲响了他的门 他是一位名叫 安德森太太的友善老人 常常在傍晚 遛他的贵宾犬 他注意到约翰的努力 出乎意料地伸出援手 我以前养过很多狗 或许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他笑着说道 约翰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意外找到了一个盟友 安德森太太成了他实用建议和鼓励的源泉 在他的指导下 马克思每天都在不断进步 逐渐取代了约翰最初的绝望 取而代之的是小小的乐观 随着马克思逐渐融入新的有序生活 约翰对他们未来的信心也在不断增长 然而 这种脆弱的乐观 在一个晚上经历了考验 当他们在小区里散步时 一只松散的狗向他们冲来 低吼着显得十分具攻击性 马克思本能的反应 猛然向前冲去 约翰从未见过的凶猛气势 令他大吃一惊 事情迅速发展 马克思在混乱中挣脱了项圈 约翰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拼命追着马克思 心中担心 如果抓不住 他会发生什么 他追入了邻里中陌生的地方 最终在一个小巷子里 找到了马克思 正把另一只狗逼到了墙角 对峙如同开始一般突然结束 马克思在约翰靠近时退了回来 心中一阵轻松 与心的担忧交织着 让他心里惶惶不安 约翰对马克思的不寻常攻击感到担忧 他担心未来会发生类似事件 便安排了与行为学家的下一次会谈 在讨论中 行为学家提到 马克思可能在反映潜在的焦虑 而这些焦虑并未得到充分解决 这一发现迫使约翰重新考虑 对马克思训练和社交的方式 根据建议 约翰开始带马克思去附近的狗公园 尤其是在早晨人少的时候 马克思在与其他狗的规律性互动中 开始显示出改善的迹象 然而 就在约翰感到他们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 意外的挫折又出现了 马克思开始出现分离焦虑的症状 哀嚎并撕扯物品 每当约翰离开家时 马克思都会表现出焦虑 决心找到解决办法的约翰 探索了多种减轻马克思焦虑的方法 他偶然发现了一群当地的狗主 他们每周聚会讨论和支持彼此的宠物行为问题 这个小组分享了许多有效的策略 从给狗狗使用零食到为狗狗量身定制的焦虑背心 受到社区支持的鼓励 约翰为马克思购买了一件焦虑背心 明显减少了他的焦虑 受益于自己与他人分享的经验 约翰决定开一个博客 记录于马克思的旅程 这个博客不仅成了约翰的情感宣泄口 也吸引了许多面临相似挑战的宠物主们关注 约翰决定帮助马克思调整的决心 在一次重要的治疗课程中受到了考验 他们正一起练习一系列命令时 马克思突然对一个特定的短语做出了反应 这是约翰妻子以前常对他们的狗说的 熄灯意味着要安静下来准备入睡 这一命令令马克思立刻安静下来 与平时的顽皮反叛形成鲜明对比 这意外的联系让约翰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 受到这一突破的激励 约翰开始在训练中融入更多妻子 曾用过的熟悉短语和例行程序 创造出一种温馨的环境 既令自己又令马克思感到安心 在继续共度的时光里 他们分享着共同的回忆 另一个意外的转折浮出水面 约翰发现了妻子曾用的旧训练书 书中满是笔记和提示 这一宝贵的信息源为约翰提供了新的技巧和见解 增强了他与马克思有效沟通的能力 然而随着约翰深入训练 他意识到自己心中尚未解决的悲痛 与马克思的紧密合作 以及重温妻子过去的贡献 让他感受到他留下的情感空缺 在一个特别安静的晚上 当他翻阅他的笔记时 这种情感的波动交织着痛苦与怀念 让他心中难以释怀 这股情感的波动并没有被马克思忽视 狗狗逐渐变得更加敏感 能够捕捉到约翰的情绪 在约翰感到悲伤的时刻 马克思开始主动提供安慰 或者将头搁在约翰的腿上 或者静静坐在他身边 给予他意想不到的力量 受到这些改变的激励 约翰决定重返收容所志愿服务 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约翰与马克思之间的纽带日益加深 但他们关系的真正考验尚未到来 在一次例行的沉间公园散步中 一场意外情况发生了 这将以无法预见的方式 挑战约翰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 就在他们走过熟悉的道路时 一场紧张的冲突在附近爆发 一个明显心烦意乱的男人 正在大声训斥一位女人 这个公园通常是一个宁静的地方 此时却充满了喊叫声和求助的呼喊 小狗麦克思感受到空气中的不安 他出乎意料地表现出保护的反应 不仅是对约翰 还有对那个受惊的陌生女人 这种本能驱动着他行动 在接受的训练中 麦克思朝着骚动的方向冲去 约翰起初感到惊讶 试图抵制这种冲动 当看到女人眼中的恐惧后 他最终让麦克思带路 谨慎地接近 麦克思站在女人和那个男人之间 姿态坚定 却不具攻击性 展现出他的训练成果和新建立的信心 这个男人被麦克思的介入震惊 暂时停下了他的怒吼 这一瞬间的犹豫 让女人有了逃离的机会 他安全后露出了感激的神情 原来他是一家当地动物收容所的志愿者 约翰曾在几次访问中和他有过短暂的交谈 他对约翰和麦克思的感激之情很深 进一步凸显了他们的干预是多么的偶然和重要 随着公园保安的到来 保安识别出了约翰和麦克思 他们经常光顾这个公园 保安对麦克思的保护行为给予了表扬 然而今天的惊喜还没有结束 志愿者告诉约翰一个社区项目 旨在表彰那些对社区产生积极影响的动物 他鼓励约翰分享麦克思的故事 希望能够激励他人 并推广收养和训练救助狗的好处 约翰回到家中 仍在消化当天的事件 他收到了女儿梅拉妮的来信 信中他兴奋地表示 很高兴约翰收养了麦克思 并听取了他的建议 他欣喜地看到父亲重新拥抱生活 感到与社区和已故妻子的记忆 更加紧密相连 约翰也感受到 将麦克思对他生活的积极影响 与大家分享的愿望 一个当地动物收容所组织的社区活动 邀请他发言 向来对公众演讲 避之唯恐不及的约翰 竟然同意了谈论收养和训练的好处 在准备演讲时 约翰意识到通过与麦克思的经历 他学到了很多东西 成长了不少 在活动上 约翰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吸引了一位当地记者的注意 他对这个转变和救赎的故事感到动容 随后找到了约翰 表示希望为他们撰写一篇报道 刊登在当地的一家大型报纸上 这突如其来的机会 让他们能够进一步传播自己的信息 既让人兴奋 又让人畏惧 报道很快刊出 引起了广泛关注 当地一家宠物训练中心主动联系约翰 希望能和他及麦克思合作 他们提议创建一个专门为救助狗设计的项目 以麦克思为模特 展示在合适的方法和投入下 狗狗们能够取得怎样的进步 受到这个帮助其他狗的机会的激励 约翰欣然同意 这次合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约翰发现自己成为了一名导师 根据自己的经验 为其他人提供指导和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 约翰和麦克思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几乎形影不离 他们真是如胶似漆 但在某个特别的日子 约翰收到了一封 来自名为艾米丽的女人的信 声称在麦克思入收容所之前 曾养过她 他解释了自己的处境 因逃离一段有毒的关系 而不得不把麦克思留下 他充满感情的信件 表达了对约翰 让麦克思重新生活的感激 并询问是否可以见面 面对麦克思与他之间的情感牵绊 以及对他境遇的同情 约翰同意了会面 当他们见面时 感人的重聚场景让人动容 麦克思明显认出了他的前主人 看到麦克思与约翰之间的深厚感情 艾米丽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请求 他没有要求要回麦克思 而是希望能加入约翰的训练课程 希望与另一只救助狗重新开始 在约翰的指导下 艾米丽和他的新救助狗 开始了共同的训练旅程 麦克思在约翰的照顾下进步明显 但突然间 他的行为又开始退步 起初只是偶尔的吠叫 但很快变得严重 麦克思开始拒绝执行已经掌握的命令 技能也在逐渐退步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约翰和艾米丽都感到困惑 与此同时 艾米丽与他的救助狗 在约翰的指导下也在稳步进展 一个下午 在一次训练课上 麦克思冲向一只松鼠 扯掉了约翰的牵引绳 带着他跑进了公园的密林中 当约翰追上来时 麦克思却不见了踪影 绝望和恐慌涌上心头 他不停呼喊麦克思的名字 一片沉寂 回荡在空中 艾米丽感觉到他的焦虑 也加入了寻找的行列 但经过几个小时的搜寻 仍然没有找到麦克思 约翰感到筋疲力尽 心里暗想 他与麦克思之间的纽带 是否会因此而破裂 就在约翰快要放弃希望时 一位小老头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手里牵着麦克思的牵引绳 这是你的狗吗 他温和地问 约翰涌起一阵强烈的松口气 老头自我介绍说自己叫汤普森 是附近的退休犬训练师 他看到麦克思追着松鼠 正好在他跑到繁忙的马路前时 把他抓住了 汤普森愿意帮助约翰 解决麦克思的行为退步问题 他解释说 有时经历过戏剧性过去的狗狗 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会出现退步 尤其是艾米利和他的新狗到来时 汤普森给出的建议简单却深刻 让约翰聚焦于通过一致性和冷静重建信任 他提出了一些约翰之前没有尝试过的技巧 甚至主动提出和他们一起训练 直到麦克思恢复稳定 约翰和艾米利感激汤普森的意外帮助 接下来几周 他们遵循他的指导 麦克思慢慢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约翰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麦克思对艾米利的指令特别敏感 似乎麦克思在怀念与他的旧时光 约翰意识到 麦克思可能在他的过去和现在之间摇摆不定 不知道自己的忠诚应该倾向于谁 理解到这一点后 艾米利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也许麦克思需要一个了结 他在一次成功地训练课后建议 他需要知道他的过去已经结束 而现在和你在一起是安全的 约翰犹豫不决 心里害怕这样做可能带来的后果 但艾米利的想法很明确 他们决定花一天的时间 回顾麦克思曾经熟悉的地方 让他能将过去与现在和解 这一天既甜蜜又苦涩 他们回到了艾米利的旧公寓 如今已经换了主人 然后沿着他和麦克思曾经走过的路散步 麦克思的表现明显沉闷 似乎在回忆往事 到了当天结束的时候 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回到约翰家后 麦克思显得异常安静 温柔地走到约翰身边 轻轻用头蹭着他的手 摇着尾巴 这是安慰的举动 也是对约翰的确认 表明他终于做出了选择 他知道自己属于这里 与约翰在一起 随着这一新的明确感 约翰和艾米利 继续他们的训练课程 但此时充满了新的使命感 麦克思不再受到过去的困扰 成为了约翰心中期待的完美伴侣 而艾米利也因这段共同的旅程 收养了另一只救助狗 开始了他自己的治愈与陪伴之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并分享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见